哪一类人更容易获得幸福? 为什么有些人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高薪、拥有自己喜爱的事物、拥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日本作家本田直芝特别好奇,为了探寻真相,他便访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北欧国家。 他发现物质上的满足是短暂的,经验和经验会使我们终生受益。 幸福和物质是不相称的。 德国建筑大师路德维·西密斯·凡德罗就是一句名言。 这正是本田寻求的解决办法。 因此,他写了一本《关于幸福的新观念》,告诉我们如何摆脱金钱、物质和时间的束缚,重新获得自由。 2010年世界幸福指数调查由盖普洛发布,日本名列世界第81位。 至于北欧,更是排在了前四位。 日本经济发达,商品种类繁多,过去四十多年来人均消费增长了近五倍。 为什么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提高呢? 他说,我赚了那么多钱,为什么一辈子都不? 北欧人生活并不富裕,衣着简朴,使用旧物劳作,有些地方甚至没有水,也没有电。 就像北欧高晓松一样,我觉得自己内心丑陋。 丹麦的人们骑车出行。 在瑞典,人们只需乘着小船欣赏夕阳就可以了,而锤吊船上也没有什么先进的设备。 通过大量访问本田公司,我们终于意识到物质上的满足是短暂的。 选择越少,越容易满足。 我国的老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对此有了先见之名。 《道德经》中有一句话,五色使人失明,五阴使人聋,五味能让人欢快地奔跑,让人发疯。 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容易迷失自我。 所以,他提出少拿多拿少,多拿少,少拿多,反而会适得其反。 多真未必就是快乐。 那么幸福是什么? 幸福和欲职有关,又称临界职,是为了释放行为反应所需要的最低刺激强度。 朱元璋幼年时家境贫寒,常常挨饿。 一位老妇人救了他,把家里仅有的一块豆腐,一撮菠菜和一点剩饭煮了。 朱元璋吃了之后,整个人都精神了。 朱元璋成为皇帝后,尝遍天下美味。 有一天,他生了病,吃不下东西。 但是经过这一次的烹饪,玉厨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味道。 一瓶如洗的时候,一碗残羹剩饭就成了美味佳肴。 不过,吃过山珍海味之后,他才发现,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法指就像水位低的时候,人容易满足。 当一个法指随着资源的增加而增加时,满足感或者满足感就变得非常困难。 格言中说,心怀欲望,欲望狭隘,欲望宽广。 而降低法指,降低物质期望值,幸福自然也就产生了。 所谓知足常乐,就像是水里的水,选择了简单的生活,那就是多。 真正的快乐,是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积累起来的。 本田觉知给出了一系列建议,下面我们总结如下, 一,无条件放弃。 首先,为了自由生活,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放弃一些东西。 一,两年没穿的衣服可以捐掉或者扔掉,这样可以给家里增加空间。 浪里手说,收拾屋子里的垃圾可以使人快乐。 家里越整洁,越有秩序,心情就越好。 摒弃无用的社交活动。 陈道明是娱乐圈的清流,平时不怎么交际, 闲暇时喜欢弹琴作画抄露经文。 闲暇时喜欢缝制各式各样的包包, 有时夫妻俩坐在窗前各自忙碌,窗外落叶无声,屋内一片响。 摒弃一些无用的社交活动,让我们从忙碌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放松身心。 手机市场 几年前,美国出现了一种社会问题,叫做富裕型流感。 大家互相攀比,如果没有可比性,就会产生自卑心理,从而产生购物冲动。 他们延长了工作时间,增加了债务以维持生活的富足。 然而,这些由身体透支和债务构成。 一位弟子问师父,生活太累了,怎样才能轻松? 师父回答说,一半是为了生存,一半是为了攀比。 无休止的攀比只能把我们拖入深渊。 不要在乎别人的东西,要看到自己拥有的快乐才能长半左右。 二,少花钱,多下功夫。 本田职业相信物质上的快乐是短暂的,而个人感受和体验带来的快乐则更为持久。 以没钱为借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既然没钱了,那不如想想没钱的日子吧。 如果工资降低,你可以换一份工作,少出去吃饭,少花钱,或者去低消费场所。 如果没钱出国很困难,我们可以灵活地申请奖学金或办公。 就算没钱,只要花点心思,生活还是很有趣的。 精神上的充实远比金钱更重要。 培养一些爱好读书、运动、书法、音乐、野外探险、旅游等。 其实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这些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压力也更加的大。 三、降低伐质、珍爱生命。 小确幸首次出现在作家村的上春树的文章中。 长久而持久的小确幸比短暂的大幸福更令人满足。 下班后,骑车穿过如蜜糖般粘稠的小镜,仿佛穿越时空隧道,突然觉得很浪漫。 我女儿给你画了一幅画,你不觉得辛苦吗? 爱人偷偷帮你洗内裤,突然感到幸福。 四、主动改变。 古语有云,便则通。 本田告诉我们要学会达破常规,墨守成规,思维僵化,因此必须主动寻求改变,经常采取建设性的破坏行动。 比如换个工作路线,吃点她不喜欢吃的东西,逛逛平时看步。 经常给视觉带来新的刺激,而不会被陈旧的常识所束缚。 另一个积极的变化实践是创造一个副业。 有句话说得好,树不能吊死。 很多中年危机就是这样,终于公司,为公司奉献青春,最后却。 把所有的快乐都寄托在一份工作上,不如多做些副业。 副业是一个安全的策略,即使失去了工作,也不会让你感到沮丧。 本田一直以来都是银行的高管、企业家和作家。 她认为,提升并不能带来持久的幸福感,只有不断提升个人品牌和专业技能,才能让幸福感持续下去。 所以当我们知道买东西带来的快乐是不能持久的,我们应该主动选择过简朴的生活,减少对物质的依赖,寻找更好的棚。 减少物质积累,培养兴趣爱好,珍惜生活琐事,提高个人能力。 顺应时代变迁,积累个人品牌价值,赋予自身更多元角色标签,才能更好地立足社会,构筑更多幸福的通道。 她感觉自己被抛弃了。